您好,歡迎收看8月7號大花蓮地方新聞,我是陸宇慧 花蓮市民意禮禮辦公室使用了40多年,年久失修,有漏水的情形 民意禮長連村有特別向縣長徐真偉反映 在7號由民政處長明良珍陪同了縣長徐真偉到現場會刊 同時縣長也指示民政處要加以協助進行修繕 大三宇村禮辦公室可以說是禮民洽工的地方 也是民祥禮、民心禮和民意禮聯合辦公室的場所 民意禮長尹全文表示,在40年前,新建的禮包公室已經年久失修了 現在有漏水的情況發生,對前來洽工人員們可以說是相當不方便 為了做好民意福的工作,且向縣長徐真偉反映 7號下午民政處長明良珍也陪同縣長前來會刊,並且說明地方的需求 其實縣內有很多村旅活動中心 那其實縣長很重視到村旅活動中心 不管是關懷據點、福氣站或者是相關的包括有地方創生的團隊 或者是里長的或者是社區發展協會 其實有非常多在社區的各個單位他們都會用這個村旅活動中心 但是年久了,那所以希望這個藉由這個縣政府 那其實各鄉鎮公所其實財力他們是很有限 那其實縣長這邊也是希望能夠協助各個單位 他們在一些的道路也好啦,或者是無障礙設施也好 或者是長輩的友善的環境 或者是外面的整體 因為颱風的因素、防災的因素都去做一些的改善 明章主場明良珍表示 縣長相當重視里方公司洽工的場所 也只是要傾聽地方的需求 並且加以協助 希望透過會看的過程了解地方的心聲 共同來做好威敏服務的工作 記者請願意歡迎收看